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公布健康城市2.0政策 四大指标分别有提升市民医疗照顾 强化公共机构功能 落实食安管理机制 推广全民运动理念 其中在推广全民运动方面 黄珊珊说将设立各区第二运动中心 并扩增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推广全民运动有两个比较具体的政见 第一个是我们在台北市各行政区 在马英九市长任内开始进行 12个行政区的运动中心 现在这些运动中心使用率都非常高 甚至不复使用 所以非常多的民众都希望能够再有第二座的运动中心 第二座运动中心我们也希望在 有特殊的区域性的需求 比如像文山区 它可能地域比较狭长 所以两个区域不太一样 这边有那边没有 同样的也发生在内湖 内湖也是放在西湖 东湖就会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区域上面 我们可以设立第二个运动中心 那第二运动中心采取 跟现有的状况不太一样的方式 它可能可以有单项的专业场馆 也就是说 比如说第二运动中心 它可以以某个项目为主题 比如说鱼球 或者是某一个运动中心以桌球 它可以在不同区有不同的重点项目 我们也希望跟当地的运动风气 还有我们台北市选手的需求 来做第二运动中心的规划 那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其实放在老人福利的部分 但是其实它也是全民运动的一环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就是由台北市政府 来训练专业的教练证兆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取得这样的资格 然后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 教长者做重训或自主健康的运动 也就是说 因为长者的运动 跟一般成年人的运动不太一样 它毕竟还是有需要转业 而且长辈他们的训练方式 可能需要特别的设备 特别的场域 所以高龄前瞻运动中心将会在 现在在台北市已经有12个区都有小的据点 但我希望将来每个区都有 都获增相关的据点 也就是我们希望训练 这些年轻的教练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教长辈 那长辈有了肌耐力 有了和习肌群 它就不容易跌倒 不容易跌倒 就不容易卧床 不容易卧床就不会需要长照 也就是我们把长照的钱 拿来做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也可以让长辈更健康 然后让他在运动上面 这些投入的年轻的教练 他们也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将来我相信老人的健康 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 我觉得由手掌来带动运动的风气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我现在我每一天都会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 然后也会让自己满身大汗 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所以运动会是这个城市 接下来重要的每一天 从早开始出门到回家到睡觉前 我希望大家都有时间能够做一个简短的运动 那另外就是在假日的时候 可以带着孩子带着长辈 到我们各个不同的场馆 去做轻松 但是能够亲子共有的相关的运动项目 另外在提升市民医疗照顾方面 黄珊珊也提出了相关规划 台北市其实我们有八家医学中心 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丰沛 但是对于所谓的市民医疗照顾里面 还是有很多细项可以再提升 以现有的健保系统里面 可以对于人民的照顾其实已经蛮完整 但是我想台北市在我们相关资源的底下 我们还是可以推动各种不同的新的措施 第一个部分是台北市曾经在2021年 推动儿童的家庭医师的责任 责任医师的制度 这个目前是由联合医院 以家庭儿童家访为主要的照顾计划 跟中央健保主推健检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会进行家庭访问 了解儿童他碰到的状况 还有家庭的环境 避免防治意外 各位都知道小子化 小子化之后其实我们除了鼓励大家生小孩 我们另外一个是 我们希望小孩健康的成长 因为儿童事故 儿童死亡率还是偏高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在儿童的部分 就开始介入他的照顾计划 所以儿童家庭责任医师制度 除了联合医院 我们接下去也会希望推广到 各个基层医疗诊所 第二个是乳癌高风险 各位看到很多年轻的艺人 因为乳癌而很早就离食 所以乳癌高风险的筛检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希望透过遗传 这个遗传咨询 还有心理资商 乳癌跟基因遗传有关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生活饮食的改变 降低它的风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对于 具有家族史的对象 我们可以给它一些基因筛检的计划 第三弱势妇女的孕妇 她的叶酸补助计划 因为新生儿的咸甜性的缺陷 会造成社会的一些负担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在弱势的部分 弱势的孕妇 那由市政府来提供叶酸补助计划 来减少新生儿的缺陷 第四个是长者的听力筛检 各位知道 听力障碍会是生活上面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目前听障人口占了 所有的残障类别将近是第五大族群 所以听障者患失智的风险 又高于一般的正常者 所以听障的长者 他的生活照顾是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他的听力筛检 还有加上助听器的补助 这个部分也是市政府可以继续提升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特别的是 睡眠呼吸中止的普筛计划 其实睡眠中止的普筛计划 很多人都有 但是自己都不清楚 那因为必须要均衡的饮食 还有经常的运动 然后再配上良好的睡眠 整个人才会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很多人深受 睡眠呼吸中止的所苦的这些市民 其实我们可以用普筛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掀起筛检 能够提早预防 针对普筛的结果之后 再来介入甚至教育甚至治疗 所以对于提升睡眠品质 才能真正让一个人健康 黄珊珊说 透过健康城市2.0政策的引导 带动民众一起来养成运动习惯 重视自我健康 期盼打造台北成为市民生活 与高龄友善的健康城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